我也是因为演戏所以被大家知道 我要是否认同心 那不等于否认了我自己的过去 在我的青春里面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拍了我喜欢拍的戏 我觉得很圆满 对我有种自信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必须有自信 如果演一个角色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 你自己都没有那样足够的信念感的话 你怎么让观众去相信你真的是那个人呢 因为也一直在拍戏嘛 所以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在每个角色里面 我陪着他们 他们也陪着我 就一起成长 现在正属于就是从上年到青年了之后过渡期 对自己的青年期有什么感触吗 没有哎 我青春挺挺好的吧 我觉得我在我的青春里面 做了我喜欢做的事情 拍了我喜欢拍的戏 我觉得很圆满 那现在有觉得在里面是大人吗 没有人会说自己是小朋友的了 这些年拍戏的过程中 就哪怕你年纪很小 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也好 演员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把你当做同事一样对待 经常觉得就是跟身边所有人都没有年龄差 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人 真的觉得自己是大人的时候 去年生日会吧 去年生日会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环节 就是读 我妈妈给我写的封信 然后我在学院会上听了 儿子 马上你就十八岁了 妈妈一时间感慨的不知道是什么好 还记得带你去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当时你才五岁 横店的冬天很冷 大巴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好不容易进到主 大冬天你穿着肚兜拍下水的戏 全身都冻得通红 可是你却从没叫过苦 没有跟妈妈说要放弃 听完之后我当时就觉得 反正自己一下就长大了 感觉真的 真的自己就不再是小朋友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角色 在不同的时候去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吧 包括像《小哪吒诈》 其实那时候太小了 真的 那时候演戏就只是在念台词 在我看来 也是爸妈妈给你念剧本 然后让你去感受 那时候真的是拍戏就跟玩一样 现在不一样 现在要 怎么说沉重了许多 那你现在就是在回看你之前 演的这些比较经典的角色的时候 会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 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当时 为什么没有再演得更好一点呢 看过去自己都会觉得有很多地方不足 有时候看都气得吹胸 吹胸 哎呀 当时怎么 哎呀 就是你知道吧 总会 总会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美好的吧 我觉得演员嘛 这叫遗憾的艺术 现在有没有 还会记忆大家也重新这个名声 来称呼你吗 我都这么大吃了 大家也不会说 但其实我倒无所谓 因为演员嘛 本身外界对你的所有评价 你都应该欣然接受 我其实挺开心的呀 对 毕竟那也是我的角色嘛 对 我也是因为演戏 所以被大家知道 那你说我要是否认同心 那不等于否认了我自己的过去嘛 慢慢来吧 总有一天会 演出很多 也不是很多 没有这么自夸的 总有一天我会演出让观众满意的 角色和作品的 还是要拿作品说话 其实作为演员来讲 就是真的是需要非常理解 自己的所饰演的角色 有时候也会想想 那样子的一个人物 在遭遇了那样的逆境之后 他内心究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跟角色有共鸣吧 就怎么说呢 我自认为我觉得我还是挺了解 李肃和肖炎的 我也很欣赏他们 因为其实原本也是斗魄树迷嘛 所以说对肖炎这个角色算是知根知底 那所以说在拍摄过程中 就其实比较主观 因为我觉得肖炎就该是那样 就如光哥所说的那样 有时候会跟导演组撕撕撕撕 对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能感觉出你现在对自己的角色 对我有种自信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必须有自信 演戏这个东西有时候 演戏的过程中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事情 如果演一个角色 你自己都不相信他 你自己都没有那样足够的信念感的话 你怎么让观众去相信你真的是那个人呢 你当那个真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卸妆的时候 那是真累 你回到家你真不想卸妆 尤其是拍古装戏你知道吧 那个卸了套的时候 真的是 哎呀 那是古装戏不用斩头套就好了 真的 你知道斩头套有多痛苦 就很痛苦就对了 我也不知道没办法怎么跟你形容 就是很痛苦 你有付过那种 就是那种可以涂到脸上的那种面膜吗 就是跪会就会干 那种面膜 你想要那种面膜带一天那种感觉吗 就差不多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看 就是发迹线都很危险 我觉得我收获到了很多 真的我收获到了太多了 我很感恩 那失去的话 比起我的收获 我就真的觉得都不值得一提 那失去的话 就是一些玩乐的时间吧 但我觉得 在剧组里拍戏的生活 我很喜欢 我也很享受 享受自己的工作 对啊 我超爱超爱拍戏了 其实会想去尝试不同的题材吧 然后其实主要是看好的剧本 这句话真的不是说说 真的一直在看很多剧本 我觉得好剧本真的很重要 对 我也希望能够在好的剧本里面 好好地沉浸进去 好好地磨练自己的演技 而不是说 我喜欢这个题材 那我现在就一定要接一个这样的戏 我觉得好的剧本 好的故事 才是最吸引我 也是最吸引观众的地方吧 对 我在山上里吹 我也有个做生圈 然后呢 就是很多姐姐们就在战路里 感叹一声 啊 眼泪已经长这么大了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子 我也不知道 就是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那样子 我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吹气球 我好认真的 吹得我气场吁吁的 别人都是 都是 就人家 吹一口 然后 吸气再吹嘛 我都是 不离开 吹鼻子吸气 嘴巴吹 所以说就 美丽的误会吧